impeachment sono 賴布依傳奇之 《海南奇遇結糧員》 鍾毅鳴 林友榮 吳中泰 施芥強 陳鼎裘 溫泉 澤躍輝 譚定輝 莫家驅 林广涛等联合播演 各位听众 上一回我们讲到 赖布衣他们受到 黎族人的族长盛情款待 那在言谈之间 知道官兵 会在这一两日之内 杀到围剿黎族人 而族长岩龙 还怕会牵连赖布衣他们 所以就吩咐他的儿子岩龙 第二天一早 不送赖布衣他们离开 赖布衣听完岩龙那样说 就这样想了 唉 为什么这么巧 又遇上一场冰灾之劫 恶战一起 不单止看黎双方死伤无数 蓬哥儿的事 更加无从查够 我也都不忍心 看着黎族惨悲而平 如果双方一开战 无论谁胜谁负 看黎两族 日后一定势成水火 如果被奸徒从中挑拔 以重兵进脚 那么海南黎族人 就会陷入灭族的离天号劲 唉 南大哥 照你看这场仗真是不打不得 官兵残暴 我们试死一战 现在官兵大军压境 战与不战 不到我们决定 生神仙如果想从中调停 只怕徒劳无功 依我之见 浩劫在即 不外有两条路可行 就是战同不战 那战又怎样 不战又怎样 战就一定死伤目数 朝廷重兵百万 圆圆进脚 黎族人虽然英勇 但是长久作战 一定死伤无数 那黎族就有灭族的可能 如果不战 就以和为贵 切发避免战斗 求取和平的环境 奋发逃强 令世人对黎族刮目相看 不敢稍存兴武之心 黎族一默 就可以永保长寸 发扬光大 这场仗我们是被逼的 但是我们想不战那又怎样呢 现在官兵已经压境 难道还叫我们求和吗 龙大哥既然有以和为贵之心 那我一定助理食事 令官兵不战以退 三神仙肯出面相助 真是我们之福 但是不知三神仙有何妙计 如果有什么差遣 即管吩咐我们一定照办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所欠什么 三神仙即管说 我们自当尽力而为 我这次行事是取擒擦先擒王之法 官兵首路一败 其余散兵游勇 自然不敢进法 但是禽王之法 必定要了解他的情况 那你想怎么做呢 我们要一个大智大勇的人 混入官兵住宅的地方 准确查证官兵国主要头目的事神八字 他们姓什么名物 组织在哪里 然后我才可以思维 但是这个人 要借身深入苦悦 是九死一生 有谁敢去呢 嗯 那就比较艰难了 如果要我们泥族人冲锋陷阵 甚至否心惑眼都可以 但是要深入汉营刺探 就恐怕难比登天 第一 我们泥族人不懂汉人的礼仪 言语之间 很容易被人释穿 虽然死不足死 但是这样就坏了大事 第二 我们泥族人向来最争就是那些奸细叛徒 这些鬼被阴陷阴的事不是我们所长 那怎么办呢 哎呦 本来由我去都或者有收获的 但是战争迫在未接 我一定要立刻准备司法 而司徒兄义牛和童小哥都各有短处 哎 真是为难 好吧 你这个龙潭虎穴 就等我海某去闯 啊 如果海大哥肯出马 那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一来 海兄你熟悉当地的环境 二来 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而且智勇过人 不过 此行是非常之危险的 海大哥中年得子 初为人父 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叫赖谋 怎么对得着海家一默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海某虽非黎族之人 但是分属黎族血默 如今黎族面临浩劫 覆察之下 焉有缘论 海某区区一家 算了什么呀 嗯 那 你们不必多虑 海某趁今晚二生人静 就起程去 兄弟自称盛海 我听闻一位盛海的海南合客 是专门评置欺压黎族人的奸徒的海大盒 海兄弟有没有听过 呃 让我说 那位海大盒 就是这位海大哥了 是啊 今天三神仙和海大盒 双双驾临海龙寨 真是我们的福气 海大盒为黎族人出气的事 我都时有所问 想不到今天有幸得见 是啊 原来是海大盒家林 方才多多冒犯 请海大盒遥书 哈哈 彼此角埋一刀 赖刑啊 何罪之有 过去的事 别提了 好 我们和海大盒一起去冲龙岸会员 是啊 大家静点 此行并非好勇斗狠 人多反而会误事的 没错了 岩狼岩多岩鹰都不用担住去了 岩智他擅长驱蛇之事 和海大盒一起去 会有帮助的 就由岩智去吧 是 不过 你一定要保护海大盒平安回来啊 阿伯请放心 有我岩智在这里 一定不会被海大盒有事的 嗯 三神仙认为怎样呢 嗯 既然是这样 一切都有龙海兄和岩兄弟 但是事实紧急 一收到消息 就要立即回来 知道 好 我们马上出发 是 那一晚 海坚和岩智就静静离开海龙寨 直去注册了重兵的骑中城 第二晚 月色朦胧 海龙寨的广场 已经踏起了座高台 高台上面 东南西北四角 都挂了一盏红灯 正宗 有一张香案 香案之上 香足木剑齐备 还有三个草宅的人形物体 有头有手有脚 摆在香案上面 哇 加添几分 陰森恐怖 高台下面 有八个泥族千年 首执相多 另外有八个 就首执弓箭 由岩狼亲自率领 严阵以待 禁止任何人等 接近高台 海龙寨的族长岩龙 这些仇 就好像是抗敌入侵的总指挥 他在竹楼上面 由岩龙的亲侄岩多岩鹰 率领四个弓箭手 严密戒备 行袭人等 都不准接近指挥楼 指挥楼 由岩龙坐镇 寨中的长老 亦都齐集在 任何的决定 经族长和长老商议之后 就成为不可违背的铁柜 这些 就是黎族人的一种 流传百代的寨风 而赖布依 也都坐在岩龙身边 不过司徒德意牛 和蒲兽根 一早就被人安排 去了第二道 由岩龙的女 岩罗圣情招待 这时候 岩龙好忧心地 望着赖布依 生神先做什么吩咐 我们全族人的生命 都全靠生神先打构了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岩大哥你尽管放心 等海兄他们回来 我的大计就可以成功 但是不知道海兄弟 可不可以平安回来 如果身陷苦悦 我海龙寨的人 又怎么安心 海兄并非腰折短受之上 此行就算万一失手 也都不会丧命 如果賴某所料不差 三个时辰之内 海兄就一定有消息回来 前哨营稳部组长 重长老 什么事 官兵十万 已经聚入我们三十里之内 请组长指示 去 再探 速速回报 是 生神先 好事虽然有定数 但是忘事在人 只要肯努力 眼看着失败的事 也可以成功 报告 官兵已经到达番菜 哈 再探 是 翻菜来这里已经不够二十里 我们如果不阻折 任由官兵长驱直进 那海龙寨就危了 嗯 嗯 虽然现在虽然我们有意求 但也没有希望 天欲成其事 必先考验他的诚意 如果现在大家施杀 那我们要和平共存 就没有望的了 南大哥 难道忍心见到这个 黎天豪劫呢 嗯 大军已经压警 求和之事还没有成 战争灭族灭债 那怎么做好呢 哎 难道真是 天王我黎祖 报告 大军已经过了番菜 直向海龙寨次迎债 无岸进发 哈 再探 是 无岸是什么地方 无岸前营 距离海龙寨只有十几里 是海龙寨第一道老战防线 如果任由官兵越过这道防线 那海龙寨就空多吉少了 各位长老 你们认为怎样呢 我们就要下令反抗了 好 全令下去 发动第一道防线 全寨准备作战 哎 都真是天灭临了 海大河回来了 他站在高台之上 等候山神先驾临 好 好啊 幸好回得来及时 可以避过一场号劫了 来 你立刻去大师同德 二楼上高台会合 我要马上司法 是 太大师来 大师 小人恨不欲命 已经查到官兵主将的生辰八字 好 如果海兄翻前一步 海南泥族 就会陷入豪劫之中 现在就看赖某 怎样能消除这场号劫了 我要将官兵主将的姓名 和示臣八字 写在福祉之上 冯道远 变周日 新某年 十二月初三 子师 大师 四同兄 二楼 你们来了 好 你把我写的福祉 分别贴在那三个草人上 我现在就要开弹作法 研点香足 岩郎听令 岩郎在 我要施行大法 传令下去 一切人等 在我司法之时 不准踏足高台 是 下面稍微听住 在丹臣天司法之时 任何人都不准踏上高台 是 是 海健 岩郎 司徒德 李二楼听令 是 是 你们四个分别站在东南西北四个角 要平息静气 无论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都要抱怨首日 不要动动 记住记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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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法真命张元臣 此举有亦数日天命 虽然亦天而为 但是此举 可不看来两族千万百姓是最的生命 足以将功抵造 伤其量差 嗯 嘿 成一 地仓 大营 弃 弃乎 牵手 外力 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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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非同事啊 尽管四个都摸摸摸摸摸 将回黑蒙蒙 真是真是害怕啊 蛤 蛤 无论那道红光 直射过来啊 咦 蛤 蛤 雷尸 马赫尺头 将那些血 含量那三个草人那里 蛤 那道红光 被雷打散了 现在乌云散去 明月又再出来了 我要上去 生神仙吩咐 任何人都不可以上去 我是族长 都没权上去吗 这些是生神仙的命令 司法期间 任何人都不可以上去 我们唯有遵从 族长都不可以例外 等做完法事 我们再向族长 请自不敬之序啦 法事已经做完了 请各位长老上台啦 是 族长 各位长老 请上去啦 加油 小小小 现在什么情况 先前探子回报 说官兵十万已到达无岸前营 但是自从生神仙上法台之后 就再没有消息 不知道现在形势是怎样呢 颜大哥可以放心 我担保不用多久就有喜讯算了 生神仙 生神仙 小人初初都不信 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决胜于百里 不用打就可以退十万兵 家琪 怎么样 官兵是不是退 你说清楚 是这样的 官兵朱瑞冯道员左右赴瑞三个人 他们带领军队去到无岸 很开心地以为今次一定可以移平泥俗 正想下令掃当无岸泥俗的前景 谁知那天忽然响了一声闷雷 第一次雷声之后 朱赴瑞三个人觉得周身好痛 但是依然支持着继续进军 但是咸到一里 第二次雷声又响了 那个主帅冯道员 和傅瑞三个人 大喊一声 结他落马 真是奇了 真是奇了 各位听众 蓝布衣为黎族人施行大法 是不是真的可以解救到黎族灭族之劫 而十万官兵 又会不会继续进犯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请下一次继续收听 请 蓝布衣传旗之 海南旗遇 结良元 第五回 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 《姚秀林監製》、《雷外賢編導》、《奇村編劇》 並且由鍾偉銘、林有榮、吳中泰、施介強、陳炳球、溫泉、 澤耀輝、譚永輝、莫家駒、林廣州等聯合播演 並且經已播放完畢 中文字幕 李宗盛